志玲傳出疑似遭到社局陪吃飯 那麼周刊報導內容說 當年營救林志玲是一名竹聯邦的大哥叫順哥 那麼根據內容指出 戴君怡私下跟小摩稱了 林志玲慧紅全靠他 但這番言論被順哥打臉完全錯 戴姐戴君怡被控安排小摩出國拌遊 甚至私底下還宣稱 林志玲慧紅缺失他的公饒 如今竹聯邦仍稱順哥的江姓大哥 透過弟弟出片爆料 當年林志玲出國陪吃飯 意思就是戴姐設了局 周刊報導 當年人在拉斯維加社林志玲 被要求陪吃飯 甚至牽扯美國黑幫 林志玲找上知名經紀人邱里寬求救 寬姐打給香港向太幫忙 向太輾轉聯絡正在美國的順哥 順哥趕緊派出20名弟兄 護送林志玲安全直到活動結束 順哥後來透過管道聯絡上戴君怡 才知道戴姐替大陸富商牽線 以此設局將林志玲騙出國 傳出戴姐知道惹錯人後 還下跪向順哥道歉 甚至寫下回國書 保證未來絕不再犯 主聯邦順哥綽號江號 會被叫順哥 主要是本名中有個順字 出生於紐約跟美國華清班 以及台灣的主聯邦中堂 關係還不錯 順哥爺爺過去還是講經過身邊 所謂四大金剛超級紅人 附近甚至是研發天空飛彈的專家 家世背景顯赫 這回疑似對戴姐不滿 通過弟弟出面踢爆 很可能是多年來 許多人心中不能說的秘密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